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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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平 同级大学附属同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 中国营养科学十大传播之星 上海市营养学会理事会理事 吴主任 刚刚说完白发 我就看到您一头漂亮的黑发 向我们走来的感觉 就是对比太明显了 我在想说人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就有白头发 是不健康的一种表现吗 从医学角度来讲 从医学角度来讲 白肿人二十岁之前出现白发 亚洲人二十五岁之前出现白发 非洲人三十岁之前出现白发 才算早生滑发 好 那么东东 你方便透露一下你的表情吗 三十有多 我这是正常生理现象是吧 哦 那么出现白发 是不是就意味着提前衰老了吗 其实原因非常多 有内在的因素 外在的因素 外在的因素 是我们受到了空气的污染 紫外线的照射 包括还有就是吸烟喝酒等等 内在的因素和我们的基因有关 和我们的内封闭 代谢是有关系的 像我们家里面 我爸爸就是 我觉得就是遗传 我爷爷头发白得很早 所以我爸爸头发白得也很早 如果排除上述这些因素的话 那也有可能和我们的营养 就密切相关了 哦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讲营养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白发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头发 原来里面有黑色素 黑色素细胞 如果产生的黑色素越来越多 头发就是一头绣发 对 但是随着比如说衰老 年龄的增长或者其他病理性的因素 缺乏营养等等 那其中的黑色素的颗粒很少 那么有什么代替 有空气代替了 光的反射下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根根的白发了 哦 而且年龄如果越老的话 我们的黑色素啊 它的数量会 以每年5%的速度会下降 那渐渐的我们可能 白头发就越来越多了 而且白头发特别强壮 一根白头发特别 还细软 可是只要有一根白头发 就特别又粗又硬 就竖在那 我刚才让化妆师 还剪了两根的 竖在那了 因为你不敢拔 他们说越拔越多 是吧 我们这个白头发是 是不是因为缺少 某种营养物质呢 是不是某种 是和很多的营养物质都相关 哦 究竟缺了哪些营养元素 我们头发会变白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 铁蛋白 铁蛋白这个东西 有听说吗 蛋白懂 加上个铁就不知道了 铁蛋倒是知道的 你看这个名字 我们就知道了 和铁有关 和蛋白质有关 头发本身就是蛋白质 那蛋白质啊 里面的黑色素 也是有其中的烙氨酸来组成的 而烙氨酸也是组成 蛋白质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当中的一种 哦 我有这个科学考量过 哦 什么科学考量 你干了什么事 在我小的时候 男生嘛 调皮 都喜欢把这个头发 掰断了之后 拿打火机烧一下 哦 烧的时候就会有味道 你真够皮的 真的会有一股味道 臭臭的味道 其实就是蛋白质的味道 对不对 是 像那个肉烧焦的味道 对对对对 是的 一旦我们就是蛋白质营养不良 我这里要举一个听声的例子啊 我女儿在两岁的时候 因为肠梗组 不全性的肠梗组 然后就是一直吐 然后也没有就是营养也没有补够 然后两岁的时候绝对就是出现 头发就是全部变白 啊 两岁 对 就两岁的时候 严重的营养不良 那么后来当疾病因素给她去除 治疗以后 我营养又给她补充上去的话 她的头发又全部转黑了 那她的头发就是一开始是 慢慢地是变成黄色 然后变成淡黄色 最后就差不多变成白色了 嗯 你讲这个例子 我就想到我大学同学 有一个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的结石 引起的这个营养不良 是 然后呢她后来呢就是慢慢地把营养给补回来之后 她的头发才慢慢地开始变黑 是 其实就是说她缺乏了蛋白质 所以她的这个黑头发就变白了 是 好 那哪些食物中是会富含这个铁蛋白的呢 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对 对 各种醋肉 比如说猪 牛 羊肉 然后各种禽肉 鸡 鸭 鹅 鹅肉 那么还有鱼肉 各种河鱼 海鱼 对不对 还有蛋 有鸡蛋 鸭蛋 鸭蛋 鹌鹑蛋 鸽子蛋等等 另外有奶 有牛奶 羊奶 骆驼奶等等 那么这些就是动物性的食物 然后它们的蛋白质是属于非常优质的 叫优质蛋白质 还有一种我们公式的 那就是豆质体 豆类蛋白 豆类蛋白 植物蛋白 对 它虽然是植物蛋白 但是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优质 比如说黄豆 黄豆 每二两黄豆当中的蛋白质的量 比肉当中都要多 那补铁呢 补铁的话 那吃什么呢 是不是吃菠菜 还是吃什么什么 补铁 我觉得红色的红枣 对 什么豆子 赤豆 红豆 红豆 就是补血的 还有菠菜 菠菜 或者拿铁锅炒菜 不就也补铁了吗 对吧 是食物补肯定是很安全的 对 但是你看你 特别是邵老师 他犯了一个大多数人会犯的错误 会认为黑色的红色的食物是不要 对吧 但是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车离子 对 黑木耳 对 还有红枣 这一类 对 其实 错了 我们要补铁的话 肯定是动物性的食物的含铁料 更丰富 那就是肝脏 血 还有红色的肉 猪牛羊肉 这一类 肉类 对 补铁是很重要 但是有的人他不吃这个动物的内脏 怎么办 都吃素的 对 那么吃素食的人确实很容易会发生一个缺铁性的贫血 对不对 像蛋 像奶 像豆制品里面的 这个铁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 特别是蛋 它里面的软黄高磷蛋白会抑制铁的吸收 而我们刚才讲过的肝脏血红肉的吸收率非常高 一般都要大于25%以上 而植物性的食物它的吸收率都是小于5%的 所以吃到这一类植物性的食物 比如说刚才你们讲的菠菜 菠菜 红枣等等 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吃一些酸性的富含维C的食物来促进铁的吸收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点柠檬酸 可以加点番茄酱这一类的 它可以促进非血红素铁的吸收 那以后菠菜就是番茄酱菠菜 番茄酱菠菜 跟柠檬酸 柠檬酸菠菜 对 我们这些比如说铁它没有补到位的话 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贫血的人 那么55%的比例 它会在50岁以下就会出现白头发 而对照者只有30%的发生力 所以说一旦贫血 特别是缺铁性的贫血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早生化发 那么除了蛋白质之外 还要补充哪种营养元素呢 第二种营养素我们的维生素D 维生素D 如果缺乏维生素D 也会导致白发 那怎么办呢 就是多晒太阳 最好在11点到下午3点之间 最热烈的时候 对 太阳最热烈的时候 一定要把皮肤露出来 把脸 把上衣 这个袖子什么露出来 这样更好的才能吸收 对 就是还不能搁着玻璃晒 玻璃不行 玻璃会把紫外线给隔离 对 隔离外了 在这种条件下 只要晒1克中到30分钟 那就够了 就够了是不是 如果我能及时地晒太阳 补充什么油干嘛 我的白头发会回去吗 就是如果是因为缺乏 这个VD导致的白发 那肯定会回去 那么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有没有什么食补的方式吗 但是食物当中的维生素D 的含量比较少 它常见的也就只有在深海的鱼 蛋黄当中不含 但是其他的大多数的食物当中 都没有或者量很少 如果你要保证你一天的需要的话 你必须要吃到三个鸡蛋 太多了 这个量太大了 或者每天半两深海鱼 或者每天一两扇鱼 或者每天要喝八两的牛奶 也就是两杯牛奶 你才能满足维生素D的需要 但其实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太撑了 所以菌菇类 比如说蘑菇 香菇 但是一定要吃干的 才能补充我们的维提 就是说 这里有 它也是要晒过太阳的 原来植物和人类是一样的 是啊 因为它其中有麦角窄醇 麦角窄醇 必须在阳光的照射下 才能转化成维生素D2 这样就帮助我们补充了 所以我建议 可能你买到的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晒过太阳 因为现在的干质的菌菇很难 对 烘干的 那你买回来以后 你自己放在太阳上再晒 那是不是所有的那些植物都可以晒 比方说豆角 我吃完再吃 不是 不是 只有菌菇类 只有菌菇类 好 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补充维生素D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元素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维生素B12 哇 这个好像有点陌生了 B组维生素是一大群体 那其中有B1 B2 B6等等 那B12和我们的白头发 那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哪些人会缺乏呢 对 吃素食的人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吃素食人会缺乏B12呢 对 因为维生素B12 大多数 绝大多数都是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 哦 比如说肝脏啊这一类的 对 我有一段时间吃过素的 所以你的头发就白了 所以你的头发就白了 而且吃素的话是吃纯素 如果是淡奶素的话一般也不会缺 还有一种就是 未大不切除素的病人 所以它这个吸收就很少 对 所以这部分病人也会发生B12的缺乏 缺乏以后 你看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的病人 很多你看营养不良 头发都是肝脏的 是的 是的 是 那么吃素的人怎么样去补充 维生素B12呢 是 我们要多吃豆芝皮 尤其是发酵类的豆芝皮 发酵 豆腐乳 豆腐乳 是啊 这个很好 那你旁边那个也是发酵的 哪个 奶酪 是 哦 原来我知道了 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说 他早上都是吃那个全麦面包抹豆腐乳 我当时还觉得说这个吃法特别独特 简直不可思议 这样说来它是有道理的对吧 是的 那全麦面包这些它都是发酵的 它在发酵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特异性的一些营养因子 特别是鼻族维生素当中的B12 它含量会增加 原来不多 后来增加了 所以既带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口感 又是我们增加了这个营养摄入 其实发酵类的食品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无处不在 只不过很多人不注意 我们在吃的食物当中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食物都是发酵过的 对啊 就这么多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问一下我们家经常吃泡菜 算不算发酵类的 是啊 可以吃吗 那发酵类的你这个是果酥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泡菜 包括一些我们说的酵素果汁 这些都是发酵的 酸奶算发酵吗 那你这个就是发酵类的奶类 奶酥品 酸奶奶酪这一些 这也是很好的 对 那个茶也是 是啊 发酵的茶 红茶黑茶也是的 发酵的调料 酱油 酱油啊 也是发酵的 对啊 你吃的酒酿这一类 像日本的那种纳豆也算好 对啊 还有发酵的酒啊 酒也有发酵 对对对 葡萄酒啊这一类就是 葡萄酒是发酵的 对对对 还有哪些元素是不可缺少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西 西 这词真的是很不常见 我见过 对 我们家就经常买那个 韩西的矿泉水 你们家好高级啊 对啊 我们还知道韩西 有有有 韩西的大米 有啊 富西大米 对因为我去过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了 当然了 就是没吃到吧 所以才长白头发 我这个西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有一次是跟着我妹妹去广西 有一个巴马 长寿村 去旅游 完了我在那儿 我觉得他们很多食物 他们当地人介绍说都含西 那儿的人真的都是长寿的 对 所以我知道西是个好东西 那个是好是平时是很关注养生的 是的是的 头发多么乌黑发亮 对吧 没有白发 就知道 看他平时吃什么 跟他吃准没错 那么西呢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啊 我们在人体当中 大约有二三十种蛋白质 都是和西有关的 就是西是组成它的必要的成分 一旦缺西的话 那就会造成我们的细胞膜 受氧化应激的损伤 头发的话就会变白 我们人体正常成年人 每天至少需要五十微克的西 最缺西的地方是黑龙江 然后黑龙江最缺西的一个 线叫克三线 可能你们没听说过以前有一种病 非常常见叫克三病 缺西导致的心脏病 听到过吗 没有 还都很年轻 所以后来把这种疾病 就取名为克三病 原来是这样的 复西主要是在看它当地的土壤和水 江西明月山 它那里的水就是复西 是的 所以当地癌症少 因为西是有防癌抗癌的作用的 那么好的 对 当地土壤如果富含西的话 那它种出来的 比如说这些植物 有紫薯 有西兰花 有这些 包括绿叶蔬菜等等 那它就是富含西的 那如果土壤里面 种出来的不多 比如说克三 它没有那么多西 那我们可以吃强化的保健品 对啊也可以 保健品最常见的就是 富西的大米 富西的鸡蛋 富西的茶叶 包括还有一种叫西酵膜 是可以配得到的吗 配得到 除了这些营养元素之外 我们还要补充什么呢 还要补充的就是 我今天最后给大家带来的 神秘的一个营养素 请母主人打开我们的健康魔方 真的是很神秘啊 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女同志们应该都很熟悉啊 没怀之前就叫了去买了 对啊 就被怀孕 你也是买过的 买过的 被买过的 叶酸就是孕妇吃的嘛 对 这不错了 其实叶酸非常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 因为叶酸它能够促进 RNA DNA的形成 使细胞正常的生长 那么细胞里面有毛囊细胞 一旦缺少的话 那也会导致白发造生滑发 叶酸存在于哪些食物里 蔬菜里还是肉类呢 叶酸叶酸 主要在叶菜类的食物当中 尤其是深色叶菜类的食物当中 含量非常多 菠菜啊 芦笋啊 鸡菜啊 这一类的 对啊 所以男人也是可以吃叶酸的吗 需要吗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叶酸 除了和我们的白头发 包括备孕有关 其实叶酸和老年痴呆啊 这些疾病都是什么的 都有关系 预防几十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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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你太太吃的时候 你应该不重一点 你可以一起吃 一起吃 对不对 对 当时我记得孕妇吃的时候 是400微克对吗 是 那么这个400微克 是不是就可以满足正常人 比如说像冬冬她要吃的话 她一天是不是就要吃这个量呢 我也害怕说吃叶酸会怀孕的 叶酸不光和我们早生滑发有关 还有老年痴呆 还有老年痴呆 我听到了 这种疾病都是有关系 跟老年痴呆也有关系 是啊 所以是不是要赶紧补充起来 对 本节目是由为孩子和妈妈争选的光明之佑 A2β烙蛋白鲜牛奶冠名播出 其实有白头发的人不在少数 这是自然规律嘛 但如果他万一有了白头发 他是否可以去医院做个检查 就是说可以 倒退一下 对 断定你说你到底缺什么营养 可以及时的补充这个营养 对 你问的特别好 本节目是由为孩子和妈妈争选的光明之佑 A2β烙蛋白鲜牛奶冠名播出 本节目是由油中黄金金龙油骨味多大米油 特约播出 如果他万一有了白头发 他是否可以去医院做个检查 现在很多医院都已经开展了这个检测 你可以查体内的营养素 我们今天讲到的都可以查 比如说蛋白质 我们可以查总蛋白 白蛋白 全白蛋白 还有酒上维生素的测点 有维生素Di 叶酸维生素B9 还有维生素B12等等 都可以查到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证一下 然后缺什么 这个检查是抽血检查 抽血吗 还是做个仪器的测量 抽血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补充到刚刚我们这吴主任 说到的这些营养元素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头 乌黑亮丽的长发或者短发 好 今天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 我们的民意化养生 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健康分享员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常识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民意化养生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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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